直到看见缅甸IP现身说法 我才意识到电影孤主一致真的太保守了 在电影中 王传军开水房的场面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 这件资金一道账 王传军一声令下 国内冒出了一群小弟 可以在七分钟以内就把王大落的八百万全部取 到账后十分钟这些钱就已经到达黑市赌场和洗钱窝点 可以说 住一万面都不够的时间 几百万的赃款就瞬间变成安全的现金 这也就是为何王传军那么着急 还命令小弟们如果弄不好的自负盈亏 因为水房就是这样一个负责洗白赃款的组织 他们要么骑着摩托 要么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城市之间 在不被警察发现的情况下与时间赛跑 可分以为电影中的画面已经快到惊人了 可知道看见这条来自缅甸IP的留言 网友们更是下得毛骨悚然 有来自缅甸的网友现身说法 表示电影中十分钟还是太慢了 那都是几年前的操作了 而几个无奈无脸的表情也更加让人喜思极恐 此时才意识到 原来真实的诈骗比电影可怕了万倍不止 的确 当一个东西被搬到明面上来时 就说明它已经过时了 如果导演在拍的接近现实一点 估计孤注一致这部电影都无法过甚 而看到这个开水房的画面 由曾经被骗的网友也现身说法 他表示自己当年被诈骗后报警后警察查出 自己的那笔钱在到达骗子账户后 仅用30秒 就已经被分批转出 因此如今他们的转账都是程序化 比电影里快多了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你的钱就能在世界环游一圈 终于洗白进了骗子的口袋 而直到此时才意识到 原来反弹风暴里的那句台词 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钱怎么走我很清楚 钱第一天从香港 去迪拜到塞浦路斯 经瑞士伦敦纽约 再去新西兰经日本回香港 我光说都要半分钟 但这钱 从地球上走一圈只需要八秒 八秒钟啊 让你们差十年都查不出来 而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何那么多被诈骗的人追不回自己的钱 因为当前被骗走的那一刻 你基本上就没有在操控的可能性了 更残忍的是 在电影中 导演特意给了阿天父亲一个镜头 在阿天被骗八百万后 阿天的父亲开车去找他 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车外有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 和阿天父亲对视了一眼 而这个人也正是要拒去阿天的钱 导演也想用这个镜头告诉观众 也许和你家破人亡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千万不要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 不得不说 电影来源于生活 而生活远比电影可怕 方查技术日渐先进 但骗子们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 只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才能防止不被诈骗 无助一致 无大删减片段曝光 你知道吗 一 导演竟然删除了唯一的吻戏 谁能想到 这场吻戏不是金城和孙杨 也不是金城和张艺兴 而是王传军和张艺兴 电影中诈骗头子王传军 骗到一笔钱后很开心 突然猛的朝张艺兴的头请了一口 直接把张艺兴看懵 张艺兴来之前也没告诉我有吻戏啊 二 导演删除了金城家庭背景的描述 电影中张艺兴听到诈骗后 一直不忍心骗人 可金城却没展露出太多怜悯的情绪 而这也和他原生家庭有关系 在删减片段中有一幕是 金城刚回到家后发现母亲又在赌博 于是气得直接把桌子掀翻 甚至直接报警 而正是有这样的经历 也让安娜认为 沉迷赌博的人不值得可怜 因此在后来的诈骗工作中 她也并没有像攀升一样难为情 三 花区中王传军亲自示范员工如何诈骗 你好 请问是伟话31516 对啊 如果加上这段亲自示范的气氛 王传军的人物形象的确会更加饱满 但导演为了不披露太多细节 防止诈骗分子学习应对 最后也把一些比较敏感的镜头全都删了 4 关于陆经理为何如此气重攀升 其实电影中删减了一个镜头 陆经理在攀升刚来时 就已经调查过他的背景 他知道攀升得过网络安全大赛的冠军 比起那些听话的员工 攀升这样一个高智商人才十分宝贵 尤其是在陆经理的诈骗窝点 他非常需要一个精通技术的人留在这里 所以才会格外气重攀升 而最后一点 关于阿财到底是不是警方卧底 有很多观众在看到阿财放走安娜后 觉得他可能是卧底 但看到最后阿财不顾自己的性命 也要毁掉资料就能看出 他绝对不是警方的卧底 之所以放走安娜一方面是对安娜有好感 另一方面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 而当放走安娜的消息被老板得知后 阿财的愧疚心理达到了顶峰 他本身就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所以才不惜性命帮老板做了最后一件事 在看了这些删减片段后 很多场景也便连贯了起来 不得不说 导演为了最终的过审 真的牺牲掉了太多镜头 那么你还知道有哪些被删除的剧情呢 万万没想到我蓝台竟然得罪过这么多人 会认为我疯了 我周围的声音都是认为好讨厌我 就是看到这个节目以后说 他疯掉了吗 他是不是吸毒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 如果他们不简称这样 我就不会这样子站出来一直在说的 我就觉得你前面都在骗我了 你最后还要把我剪成一个神经病人 我觉得是太恶毒了 所以我才会奋起 要知道 原理怎么说也是圈里的老气骨 都残遭这样的恶意对待 更何况哪些新人 估计遭遇的不公更是超乎想象 而在李文录音曝光后 曾是李文出殡福灵人的香港乐坛天后真一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怒斥 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心 为名为力不择手段 看不起 的确 李文获得只是学员嘛 他获得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如果所有人都敢正义的站出来发声 相比娱乐圈也会少了一丝黑暗 李文可可的故事 为他心疼 真相常常很久都不会出现 但总有一天 依旧会被戒嚇